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一節想說一下林鄭,還有興趣說嗎? 香港人還有興趣看嗎? 我都說了,你有沒有興趣看,是另一回事 這個新聞也挺有趣的,雖然不是十分重要 因為北京正在開政協常委 常委是做什麼呢? 其中一個議程就是審議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的名單 據建制報紙,星島系的報紙透露 林鄭不在新一屆委員的名單裡面 簡單地說,林鄭連政協委員都不是 所以一定不會是政協常委,也不會做政協副主席 即是國家領導人這個位 現在的政協副主席,香港有兩個 一個叫董建華,一個叫梁振英 董建華85歲,85歲也不算很老 不過太久沒有出來露面了 健康情況我相信是極壞 她就不在名單裡面 大家都猜到,她應該退下這個國家領導人之位 本來大家會想,林鄭會不會取董建華而代之 做政協副主席,晉升國家領導人 現在的答案出來了 是沒有的,不能夠晉升國家領導人 這個新聞也有建制報紙《星島日報》 也是這樣說,卸任的港澳特首未必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包括前香港特首曾蔭權,前澳門特首崔世安 林鄭在去年卸任特首的時候 接受內地的媒體訪問,應該是南方網 我沒有記錯的話 她就問到,退休之後會不會出任新崗位 她就說,我不需要新崗位 希望有機會在全國重點大學去講講一國兩制 我稍後再詳細講一講 她講一國兩制,找她來講 是不是一個最大的錯誤示範呢 梁振英在政協的名單裡面 應該會連任政協副主席 孫特報就說,未必是前特首會做政協副主席 她舉了這麼多例子 我完全有不同的解讀 曾蔭權沒得到政協副主席 大家應該都明白了 她的案子,雖然最後上訴成功 使用了她的清白 但是,大家會覺得她跟其他特首 例如梁振英和董建華都不同 有很多場合,一直都沒有出現 後來都出現了極度低調 她基本上是一個閒人一個 因為那件案子,大家覺得她的案子很詭異 為什麼會出來 為什麼會被判有罪 坐牢,洗澡了罪名沒有罪 中間有什麼 是不是給她一個教訓呢 因為她在任的時候做過的事 認識到的人 認識到朋友 和其他人 可能今天被視為反中亂港的人 過重甚密 對她來說都是一個教訓 你知道的,有仇必報 你知道的 中國的執政黨 對你政治上不信任 怎麼會讓你上位呢 做這個國家領導人呢 至於董建華,梁振英和林鄭 三個沒有案子 怎麼理解 董建華有得做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有得做政協副主席 繼續連任林鄭 什麼都沒有,成為一個白丁呢 其實三個人在他的特首任內 都做了令到香港 或者令到中央政府 很頭痛的 他們認為這些社會的不安 或者社會動盪的事 大家都知道 董建華就是23條立法 第一次有幾十萬人上街 香港歷史上創造了歷史 他也是連任之後 腳痛,做不完 做不完他的任期 梁振英和林鄭都做了他的任期 但是梁振英在任內 發生了這個佔中事件 就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 雖然他做了他的任期 不過他是很想很想連任 連任辦都搞了 最後就喝止他不讓他連任 告訴他 其實就是 你做特首 我們看得到 你管治香港的能力 政績 將政府深知肚明 但是這兩個人 都有政協副主席做 但獨特是林鄭 發生在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裡 搞到香港都有史以來 這麼雞無鴨血 最後他什麼都沒得做 其實 你反映到中央政府 就是縱使特首 他的政績 反而曾蔭權 他任內 平安無事 連連車游行 游完回去 踹完溪就回家了 什麼事都沒有 香港是示威之都好 他任內經濟很好 香港的政治生態都不錯 和民主派 反對派關係都十分良好 互動非常好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經濟也好 政治也好 但最後他連政業副主席都沒得做 但是那兩個 經濟也不行 政治也不行 反而又可以做政業副主席 但是到林鄭 你會看到中央政府怎麼看他 你在任內搞出一個大頭髮出來 有史以來最大的動蕩 雖然被你捱到任滿 你都是想連任 看得到 他後來出來死定 就說我一早已經和中央政府說明不連任 不要吹 不要騙鬼 你那個施政報告 你那些計劃已經跨 不知幾多年代 你不想連任 但是最後都是不給他連任 而呢 不給他連任之餘 你會看到 中央政府是記住的 喂 即是 給你做政協副主席 是一種獎賞 董建華 梁振英的獎賞 但是林鄭 就沒有了 證明林鄭絕對不是自己人 所以他現在就是 自己是做一個在街市買菜的主婦 他什麼都沒有 雖然他就在這個 前特首辦裡面還在夾急寫字樓 又有司機 又有名車 但是呢 在政治上 是等於一個普通人 是什麼都沒有 是什麼都沒有 他說他不需要有新的工作崗位 似乎好像有點淡薄明利 沒有都沒有所謂 這些說法呢 其實他在某程度上 是有自知之明的 知道 中央政府根本是完全 不信任他 我想 張政府又不想在任期未滿就動他 如果這樣的話 就證明他做錯了 那些強硬的政策做錯了 中國大陸就不是 不是說你強硬不對 他都覺得你越強硬越好 不過問題的關鍵就是 你強硬能不能夠震得住局面 因為香港和中國是畢竟最大不同的地方 分別就是 如果中國大陸 如果發生好像香港2019年發生的事情 六四試過 是不是 學生在天安門這麼長的時間 如果發生 他可以真的不惜血腥鎮壓 去把那些人鎮壓 按下來 整個運動按下來 你香港也算是血腥鎮壓的 不過 沒有 好像中國大陸這樣 就是 用坦克去對付示威者 而已 就是 你作為香港的領導人 你最大的缺失 最大的失誤就是 為什麼 會問的 會問詐的 他們 為什麼 在你任內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而令到香港這個生金蛋的我 今天還有後遺症 很大的後遺症 搞到 全部都大混亂 成為國際上面的一個 很重大的 制裁的一個缺口 會問這個問題 現在就要告訴你 你今後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就說 我不需要有什麼新崗位 只想有機會去全國重點大學 去推廣一國兩制 大家就問 已經 大半年的時間 你沒有新崗位 這個清楚 你沒有政協副主席做 進身不了國家領導人 你只不過是前任特首 你繼續享有你的格級者治流 你的司機 你的名車 但你只不過是一個普通壞頌的私人 你什麼都做不到的 那有沒有叫你去全國重點大學 去推廣一國兩制 我覺得很尷尬 這個講法 這個要求 他在他身上 可以示範到 什麼 一國兩制的 優良的 一種制度 怎麼 告訴別人 是不是 他怎麼可以告訴 這個大學生 一國兩制 是什麼一回事 他還怎麼放在那裡 什麼叫做 高度自治 你說 哪方面 行政立法 司法的關係 怎麼樣 現在司法 現在審的那些案 被人覺得 你從中國大陸 沒什麼大的分別 越來越近似 用一個所謂 以前的聲譽比較好的 司法獨立的一個名義 繼續做你的政治審訊 你怎麼去解釋給中國的大學生 尤其是你任內 因為2019年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有自主的 可以自己制定政策的特首 為什麼你會搞到這麼火呢 一鑊足這樣 搞到今天這麼多人要離散 全部都是你處事 一念之間 那種死要面子 本來就可以撤回 撤回就應該 容易解決到問題 不是一下子結束也好 容易解決到問題 你死也是不做 所以對的了 他現在就是 說現在退休生活 非常習慣 因為有另一個角色在等我 就是家庭主婦 他很希望很喜歡做一個普通的人 做回我丈夫的太太 兩個孩子的媽媽的角色 特別喜歡去街市買爽 在廚房煮飯給家人吃 對啊 你是做這個角色 不過我覺得你做到這個角色 就算你幸運了 有很多人連這個角色都做不到 是不是 有些離散的香港人 他去到一個異鄉的地方 要拼命去適應他的新的生活 新的工作 可能是 這個 如果經濟沒有什麼底子的話 經濟不是很理想的話 他比香港的生活 比香港的工作還要艱難 不過他們都要離開 我也心有所感 因為香港對他們來說已經很陌生 就是林鄭任內 一手一腳搞出來 令到香港已經是面目全非 現在你又告訴別人 我只是想做回家庭主婦 做回妻子 做回媽媽 喜歡在廚房裡煮飯 給家人吃 很喜歡去買菜 對於被迫要離開的家庭來說 這種說法其實也是很涼薄的 你就很安樂 你雖然做不到政協副主席 對你人生來說是很遺憾的 你自己說 沒有什麼工作崗位 又不想搞智庫 又不想影響這個特區政府的施政 你當時落任的時候這樣說 你做一個普通的人 你做一個普通的人 我覺得 不是可憐的事 你能夠做回一個普通的人 對你來說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是很好的 因為在香港有很多普通的人 做不回普通的人 但我覺得對你來說 他不會心中有愧 他不會覺得 自己對不起香港人 他接受方面的時候都說過 他說他不需要向香港人道歉 他只是向他老公 向他兩個兒子道歉 因為他做特首的時候 就做不到妻子和媽媽的角色 他不會向香港人道歉 但是 因為你的倒行逆施 令到很多香港人 坐牢的坐牢 失去工作的 失去工作的 要被迫離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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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你 我記得 我看完他訪問 有一句說話 我笑到肚痛 他就說 和他丈夫林兆波 就問一下 南方網民 有沒有向他說一些支持的說話 林鄭月娥是這樣回應的 基本上是不說話的 他的支持是不需要說話的 我們去到一個境界 是無需要說話的 我很有興趣 很有興趣 很有好奇 知道 這個境界是何時開始的 其實林兆波 白墨仔 和林鄭沒有說話 已經幾多年了 我想知道 他還記不記得他的聲音 其實 林鄭月娥有很多說話 到今天退休了 拿任了 手空空無一物 他也是不需要說話 究竟 林兆波 多久沒有跟老婆說話 或者林鄭月娥是否有多久沒有回應 去到一個境界 是不需要說話 我真的覺得 這是一種自我安懷的說法 說來做什麼 某程度上是家醜 好了 這一節就差不多了 說到這裡 支持我Patreon 支持我心靜口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的收看 再見 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